这几年里面中国涌现出了无数的选秀节目 不少的商业商品都在舞台上门进行的释放自己的青春与活力 结果以前大老有什么科学院通过参赛 让无数观众惊喜不已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魏雨昕的歌声青铜一开丧就把人往逃走的路上隐 她曾聚好深夜成立手情花丝 难以转身吓得不惊 有色彩虎 虚似不必伟似收藏 而你奕然的一笑如汉堡带汤 你的美丽飘香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And to you in my arms again 成为导备一位是台湾的第二代宗师 在台上演唱了一首Remember Me 这位老一子的歌声上全场的位置安静了下来 原本观众以为能够看见四位导师 遣读一个一层一位人的场面 却没想到没有一个人转身 当导师转身后 绝对导师协力致敬 听他的歌声应该是一位长者 长者啊 爷爷 比我还要大 大多了 我们 我们可以转过去看一下吗 看到这位 帅爷爷 对不起 我要站起来致敬了 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要站起来致敬 帅爷爷 这个是我们这个乐坛的前辈 哦 陈彼得老师 哇 你们知道陈彼得老师有做过很多作品 啊 我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牵牵手就像旅游 陈彦胜称能上是唱功殿堂期的人物 曾办学演唱了自己的十年 刚开考的时候故意跑掉被导师们嘲笑 正常发挥后导师们瞬间转身 这位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而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遍相守 一遍泪流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你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啊 多么痛的礼物 你总是我的全部 只愿你整过情的枷锁 爱的束缚 愿意追逐 啊 多么痛的礼物 你总是我的全部 只是我回首来时录的 每一步 都走得好苦楚 啊 多么重的礼物 啊 多么重的礼物 这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让自己的关注和招待 只愿你整头情的枷锁 爱的束缚 愿意追逐 真的唱得到漂亮 好累累 我 我真的 好痛啊 好痛 很痛 你看 我第一次掉眼泪 我们轮流 我第一次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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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